相对场景要少将近三个 这场比赛双方各一失误 好球 这是 特意的侧影 这分球出现了失误 又是一反击 被后传球给到麒麟 这球就犯规啊 二加一 熊斯的篮板球 又是推快的 给到远端 余德豪现在做处理 麒麟 大跳投的三分球 再次打进 侧翼 打了一个stagger 卓明镇从湖顶的突破 过掉了一个空间 好球 打沙拉木 他的脚步是有一定的优势 熊斯 自己个人能力上来没有打进 陈云俊推动这个反击 要自己来了 面对黄雄琪跟熊斯两个人 这球坎布拿下了进攻篮板球 面对朱玉航打进了 黄雄琪 远头不进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球 底脚的朱玉航空了 三分打进 不能丢篮板 广州队是上了刘元成 下了小崔 好球 哇 这个下手的真是利索 这个球太大了 想要哨子 停上去 沙拉木 沙拉木回来之后 保护了篮板球 反击面对着朱明镇 第一手上篮又打进了 熊斯 回来之后再给沙拉木 想到篮下去 人站得太多了 看广州队的反击 能打成摩尔 满三步上篮 好球 终于是得分了 龙氏队 摩尔 歌能力 对抗上篮 打成了 漂亮 沙拉木 你看 连哲也八分了 六投四中 还有四个篮本球 沙拉木 贾崔的跳投 就喜欢看他打这种球 过去将其三分钟 打了一七比零回来 好球 图莱斯 最近麒麟是经常 连打了 崔永熙和曾凡博 两位新生代的国家队封线 好球 罗尔 知道 你场边激情澎湃 南美如再调给连哲 好球 连哲 近框真是终结一绝 现在给到朱玉航 关键篮板球 再给露露不拉到篮下 二加一 陈兴俊 特莱斯自己来 三分命中 陈兴俊 三分球没有投进郭凯子 进过来本球 陈兴俊再分 到篮下 住民阵 好球 失误数十八比九 广众队生生是多了一倍 突破分球摩尔 接球跳投三分打进 朱玉航拼到了进攻篮板 又是十二秒的进攻 十四秒的进攻时间 球师导 对抗 杀篮下 该得分了 球师导总是喜欢二次进攻 没有了 现场的球迷以及现场队的气部队员已经都站起来了 雪尔扎迪最后再上一篮 这个球郭凯意思说你没有必要上 最强硬的比赛我们会非常是 会认为对手 但像赛台的 我们终于中中逢 所以新疆队他现在也是联盟排在第一位 秋导来了对新疆队的变化也非常大 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下去 这一场比赛 值得他赢得这场比赛 一后一个问题 大家特别关心那个连人的伤是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 等回去 赛后看看再检查一下 特别是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现在队里出现了感冒发烧 包括冠西今天没打 包括那么大玩也就发烧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内线这种情况 每个人通过团队的努力 去把他球赢下来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感谢您言 谢谢您 好 感谢您 能و OK 我们 感谢您 感谢您 感谢您